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 听他真相的彼岸 有粉丝说浩哥我就信你说的 别人说的我都不信 你跟那些鸡血台不一样 不光是报喜 你也报忧 这个事情你给我们分一分一真的假的 说有传言说 菲律宾在南海的坐滩的破船 马德雷山号 菲律宾方面成功的 已经把它加固了 这事是真的假的 那个又忍者深归了吗 我给大伙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事情 最近的这个报道是这样的 林登报道说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六7月27号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晤 双方虽然在媒体摄像机前 握手并护之问候 但是没有发议言 便前往会议室举行闭门会谈 布林肯王毅是在万象出席 东亚高峰会和东盟安全论坛的间隙 举行了双边会晤 这也是布林肯6月23号访问 北京以来两个人之间的第六次会晤 布林肯当时北京之行被视为 对缓解美中外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引人注目的是 布林肯与王毅举行会晤 几个小时以前 他曾在与东盟国家外长的会晤中 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采取的 加剧局势升级的非法行动 不过路透社指出 尽管布林肯与东盟外长的会晤中 特别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 针对美国盟友菲律宾所采取的粗暴行动 但同时也对中非之间 最近就菲律宾 这个仁爱交坐滩群舰的补给工作 达成临时性安排 表示欢迎 菲律宾1999年把那个破船坐滩到那了 是吧 双方围绕着这个破船多次发生了冲突 中非达成有关第二次的 后勤补给的临时安排以后 菲律宾方面于星期六首次顺利 对驻守军舰上的官兵实施了后勤补给 我们很高兴注意到 这个你看了吗 这个布林肯对仁爱交的称呼 沿用的是菲律宾的称呼 我们很高兴的注意到第二托瓦斯潜滩 今天成功的补给 这也是菲律宾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结果 我们欢迎希望并期待 看到这样的事情持续下去 好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报道 各位 就是王毅会见了菲律宾的外长 告诫菲律宾 我希望这位当面真正的自身的根本 还有一个消息各位 美国之轮说菲律宾已经完成了坐摊军舰的加固任务 哎怪不得粉丝说要气晕了呀浩哥 菲律宾的军方已经完成了坐摊南中国海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潜摊 中国称仁爱骄的一艘老旧军舰的加固作业 使其能够继续存在大约十年 彭摩社8月3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 上述的相关消息来自四名熟悉此事的知情人士 中国政府要求菲律宾把军舰拖走 遭到拒绝以后双方产生了对峙和冲突 中方声称他们拦截阻止就是像这艘破船 运送所需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 一名消息人士向彭摩社表示 坐摊的军舰2021年时就已经秀实不堪 当时的评估认定这艘军舰的寿命值剩下三到五年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尽管菲律宾此前也做出了一些加固军舰的努力 但直到小马克思主政之后 加固军舰的任务才明显的加快了 小马克思主政以后放弃了前任杜特尔特的侵华路线 引述了三位知情人士的话说 菲律宾对坐摊军舰的加固和改进 足以让其在未来多年继续成为菲律宾 驻守这一潜滩这一争议海域的坚固的哨所 所有的四名知情人士在与记者谈话时 都不愿意透露姓名 因为他们没有授权公开谈论这一敏感的议题 菲律宾向坐摊军舰运送的补给 一直是菲律宾与中国摩擦的一个触发点 今年稍早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中国的外交部回应彭博社的问询的时候 重申北京反对菲律宾向坐摊军舰运送建筑材料 或者军舰进行修理或驾驻的任何活动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6月21号 在谈及此事说菲律宾违背承诺拒步拖走 25年坐摊的非法军舰并执意运送建筑材料 妄途加固 这艘军舰是菲方在南中国海对中方长期侵权挑衅的铁证 菲方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中方决不接受将依法依规予以坚决的应对 彭博社引述了非法军方发言人说法 说菲律宾的武装部队致力于确保驻守在马德雷山号上的 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和水兵拥有良好的居住条件 而菲律宾为此做出的努力包括维持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的存在 以便让菲律宾行使主权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南中国海是一条关键的国际的水道 这次传来的消息是这艘破船成功的架固了 当然这只是菲律宾方面单方面的说法 是不是那既然美国的媒体可以说是谈官相庆 向外透露着这个事 那是准备看看中国的反应吗 反正是中国的网友是欺诈了 看看中国的反应吗 那南中国海我不早说了吗 各位在南海动手 你在台海动手的收益要大得多 是吧 那个菲律宾和美国不是有共同防御条约吗 对吧 那个所以说 在五一年签署的这个条约规定 任何一方遭到第三方武力攻击 是吧 两国就可以启动这个条约 是吧 这个我们清楚的表明 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的公共船只 所以中国清楚一旦划约了那条线 我们就认为适用共同防御条约 白宫的国家安全公文杀利文不久前 不还恐吓中国了吗 对吧 啊 这个 那干脆呗 干脆呗 那就在南中国海 是吧 那美国如果是敢这个插手的话 南中国海对决比在台海对决啊 那风险收益比那不是大得多吗 没什么两样 中国现在的这个军力和投射手段 在南海和台海 没什么两样啊 是吧 好几千公里 这只有一千公里 对吧 在哪都一样 但是呢 那地方可没有中国人呢 虽然两岸是吧 这个有些台独分子 死硬台独分子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大部分人呢 还认为自己是华夏民族 中国人呢 如果是一旦兵凶战危打起来的话 台湾这些那个国人是吧 受到的损失那得多大呀 不如就在南海 这个国力也到这儿了 而且呢 好多中国的爱国的网友 民意也都到这儿了 是吧 别忍了 忍自头上一把刀 最后忍出内伤来就不太好了 各位 两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